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新疆和田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在和田住的民宿 我在和田路住的民宿是在一片居民区里 这是一片很大而且规划相当整齐的住宅楼片区 整个片区内的道路十通八达 道路两边种了两排高高的白杨树 只是在沙尘天气的影响下显得有点萧条 这里的房屋都是独栋独院的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子 院墙内外也都种满了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的环境比较恶劣 所以当地人都特别喜欢种些花花草草的 我住的民宿是在这片居民区的中间部分 离大陆有点远 步行的话大概得走个五六分钟吧 这一点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不过对我来讲 走五六分钟还是可以接受的 主要是这边的环境比较不错 我个人感觉还是很满意的 这是我住的地方 进去的时候刷一下门禁卡 里面是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搭有一个架子 架子下面摆有沙发 是供客人休息的地方 架子上面爬满了爬山户 这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顶层那里还有一个阁楼 院子不大 但是环境不错 住满了花花草草 只可惜遇到了沙尘天气 要不然在天气好的时候 这个民宿绝对是个保障级的地方 这是房子的二楼 墙壁上有挂毯 还有一个吊灯 都挺漂亮的 这边是我的房间 里面是这样的 一张上下铺 这个楼梯可以去到上铺 不过上铺是没有被子的 因为这是单人间 我等一下准备把我的东西放到上面去 空调是冷了两用的 正好这几天变天 可以用上了 床边还有一个书桌 这比较方便 盒子里放有洗漱用品 牙刷、洗发水、沐浴露和刮壶刀都有 下面是一块毛巾 还有两瓶免费的水和一袋抽纸 这边是卫生间 热水是烧煤气的 所以水热得比较快 水量也够大 这边是洗漱台 虽然不是干湿分离的 但好在空间比较大 整体感觉很满意 然后这边是一个阳台 可惜现在正赶上了沙尘天气 这地上都落满了沙子 椅子和桌子上也都是 像好久没有人居住过一样 从阳台上正好可以看到下面的院子 从这里看 能更直观地感受沙尘暴的威力 你们看 爬山湖的叶子上都是沙子 还有这棵桑树 完全像是被沙子给淹没了 好可惜啊 要是天气好的话该有多好 坐在这里喝杯咖啡发发呆 一整天就过去了 这个民宿基本上就这样的了 虽然比较小 但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 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民宿可还行呢 价格呢 是87块钱 这个在沙田地区还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唯一不方便的是 就走到大陆上去的时候 得花点时间 其他的一切都还好 行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明天见吧 拜拜